嗨姐妹 你的眼睛是否跟我一样 有这么多的苦恼 800度高度近视加反光 眼球外凸变形加斜视 内自坠皮加上眼皮 体积无力 遮住瞳孔 眼睛一长一短 明显的大小眼 双眼弱视加眼球不聚光 啊那恭喜你 今天下到了胖子的视频 今天大家分享一下眼妆 真正的灵魂 和他们那些 入围人知的小细节 学会之后 不但可以改变大小眼 让眼睛有神 让眼珠聚光 缓解延伸黑眼圈 和大眼带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会让你的眼睛 看起来有情绪感 有神韵 在公平上 我们先来下一阵爱唐雨啊 据说打了爱唐的人 最后都学会了这个眼妆技巧啊 你们就 看着办 安排 今天大家说一下需要什么工具 才可以画出比较精致的下眼妆 两把火苗刷 一把遮瑕 一把下眼影 比较小的下眼影刷 和这一把握残刷 握残刷一定要选择 非常小非常精细 而且刷毛非常的扁平才OK 多色遮瑕盘选择比较滋润的款 然后就是你刚刚画眼影的那个盘子 Ready go 第一步眼下遮瑕 鲁迅先生就说过 眼下遮瑕做的好 卧蚕轻松少不了 我还念什么听懂 看着完了 首先用比较扁平的遮瑕刷 沾取略微偏深色的遮瑕 轻轻的平铺在你卧蚕区域 和黑眼圈之间的地方 然后微笑起来把你的卧蚕挤出来 用比较有棱角的海绵 沿着你卧蚕的边际 把遮瑕均匀的往下铺开 这时候遮完你会发现 我的肋沟还在 我黑眼圈边际线还是很明显 怎么办呢 拿出刚刚的尖头火苗纱 沾取先深一点的遮瑕色 千万不要选择最亮白的遮瑕色 与火苗纱的边角处 却轻轻按压黑眼圈和肋沟的边际线 适当的时候你可以旋转这个火苗纱 增强它的一个遮瑕度 三点海绵搭配散粉 二次按压 接下来就是下影的部分 可以帮助你调整眼型 给你解决大小眼的问题 我的画法稍微有点不一样 小眼圆刷将军眼影盘里面 比较清透的亮片色 先大眉睫覆盖在你的整个卧蚕区位置 亮片色一般比较滑 用它大眉睫打底之后 后续上色会变得容易很多 然后火苗刷选择眼妆中的轮廓加深色 正式前方眼珠位置下方一毫一处 沿着眼尾画一条横线 慢慢地延伸到你下眼瞼的位置 根据你想要的眼型 或者是根据你大一边的眼睛去画 就可以调整你的眼型 刷子沾取更真的能过色了 沿着下眼瞼的位置 进去最后一边加深 这样的下眼影就会很有层次感 接下来到了确定卧蚕位置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姐妹不知道卧蚕应该画在哪儿 竞争下手的时候就是碰运气 有的时候画得好 有时候出来就会很灾难 我太难了 其实卧蚕画在哪儿 画多宽画多大 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第一点很简单 如果你的目标是像两只眼睛对盛 像我这个样子 因为我有一边卧蚕明显 一边是没有卧蚕 那我会根据我卧蚕明显的这边 我基准来画我另外这边卧蚕 所以我所有的定位 都是跟稍微大一点的眼睛一致的 如果你没有大小眼的问题 只是要徒手伸出卧蚕的话 那你卧蚕的大小宽度 就要根据你的眉毛粗细 眉眼距离 眼珠高度来定 一般来说 卧蚕的最宽处 最好在你眼珠的1分之1 到你眉眼距离的1分之1和1分之1之间 是最恰当的 画的时候也是第一 先定点这个位置 室友姐妹们画卧蚕的时候 可以用刷子沾取眼影里面的轮廓色 先开始画线条 画好形状之后 再用深一点颜色 在眼球下方加深 要记住 眼珠下方的颜色 拥有是最深的 中间深两边浅才对 如果担心自己是时候 可以稍微再沾取一点散粉 帮着你反复晕染 这要线画完之后 最大的问题就是 总是会看起来好像 略微有那么一点生硬 对不对 这里有个小方法 可以让你的卧蚕 有那种更加自然的立体感和饱满感 只要用刚刚火苗刷上面 余下的遮瑕就可以 第一步先用遮瑕清理 卧蚕蚕蚕蚕线 和你黑眼圈中间的那个区域 然后沾取更加亮色的遮瑕 在卧蚕本身 这个蚕蚕蚕的位置做提亮 通常老过去 卧蚕是个区域面体 所以它最亮的地方 是在眼球下方的位置 眼球下方亮 两边是自然运开的 如果你不控制好这个层次 你的眼睛就会看起来 像发光卧蚕 就像孙悟空那样 看这样调整完的卧蚕 是不是非常非常自然 就像宛若天生 而不是刻意地用卧蚕 笔画出来的那种 假假的亮晶晶的一条 接下来就是让卧蚕 和眼妆融合的部分 用刚刚的细节眼影刷 从后往前将眼影 预燃到卧蚕的尾巴处 这样你的整个眼妆 就会看起来更加的融合 如果你要想 这个眼妆更加的bling 更加闪耀 可以在卧蚕上面 加一点点亮晒 有没有发现 这样换完卧蚕之后 眼睛真的变得更加有神 眼珠会更加的聚光 如果想要立体感更强一点 就可以搭配一下下睫毛 好了 今天的干货到此为止 喜欢追尽电话 给我转评赞弹 一键三连 然后好好练习 千万不要只把它丢到收藏家里面吃灰 我得盯着你们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是你们的Tana 拜拜